工廠自動化是現代科技發展的一個趨勢 現在有外商公司研發整合軟硬體技術 利用了數位化還有網路還有遠端遙控的概念 可以自動的操控工廠 帶你一起來看看 全部的整個燈的一個控制 大型遙控器除了能控制電燈開關 還可以轉換監控每個機器的狀況 想像這些數據機如果裝在工業機器上 未來透過數位化和網路就能夠自動化操控 如果今天我要做到一個無人工廠的時候 我還是需要一個管理者 所以這個管理人員他只要拿這台無線人機 他就可以控制每一個機台設備 如果機台設備在國外有問題 客戶一定會反映 可是我們在台灣我們可以先行的 先登陸到我們的自己的設備 去監看為什麼會發生問題 節省的不只是時間 還有許多無形的成本 全球科技創新 產業也跟著變遷 台灣傳統製造業面臨挑戰 自動化的機器再透過遠端操控 軟體硬體結合 外商公司認為這將是未來的趨勢 透過遠端遙控一旦發生緊急事故 可以直接發送訊息到手機上 研發這套技術的外商公司 把所有設備搬到車子上 打造一輛未來工業展示車 預計要環島啪啪造兩年 拜訪全台400位客戶 向外界展示新一波的工業科技 VDNTV委員會抽星已看到 報告 WDNTV委員會 whose